烤鮮科讓人流口水 因為疫情有多久 沒好好享受美食 中秋節要到了 道府探考的老闆 除了整攤可以搬去你家 幫你烤 準備好迎接商機 也準備好防疫了 包括戴上手套 防護面罩 口罩 加碼一台酒精消毒器 這些都是基本的 當然還要有十連制QR Code 塑膠手套 讓客人在取餐的時候 不會 就是我們共用 夾子的時候 不會直接接觸到夾子 當然不只道府服務 高雄老字號五星飯店 往年都有中秋烤肉趴 以往都像這樣 大夥開心聚在爐邊 爆米花 或者烤好的美食送上桌 今年會如期在中秋節舉辦 但疫情考量 人數會縮減到100位 9月18號已經預定客滿 另外高雄奇經的沙灘酒店 以往的烤肉趴 他就在頂樓能夠一邊烤肉 一邊賞海景 今年因為疫情 辦不辦還在研議中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暫時我們還要等 索文中心的宣告 就算要辦菜色也會有調整 畢竟防疫得分菜 還得有人數上的考量 疫情慢慢趨緩 接著要迎來的是中秋節 該如何在這商機當中 取得防疫平衡 不管是大飯店 還是豆腐烤肉業者 做好基本防護 都是希望能讓客戶安心 生意上門 三例新聞王少爾來臂香 台南報導 好大